不好意思,我打個招好 因為我看了今天,他有先扣你來講是不是跟我查了一下 我覺得感性很多 可是我有很大的疑問 你們的訴求到底是你們想要牽村 還是你們想要阻止動力區的發展 那如果你講到要牽村,我覺得很大一個問題 你們很明顯的,我看過高雄市的那個人口調查報告 大力木頭94年之後,人口急速的增加 當然從剛剛你們講的,你們絕大部分都是幽靈人口 那我覺得這個幽靈人口,就很大一個問題 你們都特別想要,不管是,你剛剛講的是不是假議題 我現在要操縱你們的迷衡解到要操縱那些幽靈人口就好了 那幽靈人口難道光,欸我現在我想說 欸對,我要牽進去,我就牽進去嗎? 一定是你們裡面有人要配合啊 那我覺得如果你們自己內部都搞不定這個問題的話 我覺得我們不知道從哪邊去support你們這個活動 你們到底是想要牽村還是要阻止男性計劃? 那我覺得如果要阻止男性,我覺得應該是無三顆粒啦 那1991年第一期就已經完成了啦 現在第二期做一半只是寒冷啊 但是再來就是說,我覺得如果說你們的重點是你們要健康 你們要環保,那你們去反那個活力行為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 因為它會造成吸肥症,它會造成熱 可是你們去反那個水屋廠是很詭異的一件事 因為那些如果它沒有水,你有水屋廠 它還可以去處理那些工業廢水再排出來 做得好的水屋廠基本上對環保是一個正向加分的 但是你們連水屋廠都去反對 這樣我們就覺得你們到底是只要是工廠你們就全部都反對 還是說你們為了想要前春,所以你們要反對那些工廠 我跟外公說我們support你們的活動,問題是我們要support哪個點? support你們去前春嗎? support你們的環境議題嗎? 但是你們兩個是互相矛盾的 我跟外公說我們想要support的是一個飄在空中的 我不知道你們需要我們支持的是哪個點? 我先回答好了,你先回答我 沒有你的問題,你看你第一次來聽這些就覺得很複雜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面對就更複雜的問題 因為你剛剛講到污水處理廠 那邊已經有工業廢水處理廠了 林園大發大寮都已經在我們那邊蓋了 蓋在村子的對面已經在使用了 他們去收各工廠 因為你處理工業廢水是比較貴 我幫你收錢喔 我幫你處理廢水已經有蓋了 現在要蓋的是林圳用的 是小港區那一帶的要用的 不是自我們用的 但重點,污水處理廠都很好 要蓋在省的家 重點要蓋在哪裡啊? 重點是蓋在哪裡? 蓋在我這邊它會有廢氣 它在處理的時候會乾淨 它是要曝散 偶爾會有一些髒的那種空氣出來 所以廢水大家都要用 處理廠大家要說問題要蓋在哪裡? 那邊已經是過度開發 它已經有工廠要到五百間 已經五百家人 結果廢水處理廠它不是蓋在工廠 而是蓋在村莊裡面 蓋在村莊的棒球場 那為什麼蓋到棒球場 這樣要徵收? 它中有就強制徵收 收成中有的綠地 收完之後它可以變更為加油站 它可以變學校 它可以變污水處理廠 官方對官方買賣啊 只要土地被買走了 你就死了一條了 後面你就沒救了 你給它就隨便它處理了 那我告訴過 我們做這麼東西要幹嘛? 我們只是提高大令普的能見度而已 能見度 沒有人知道這個地方 它如果說真的要動你 要掐死你的話 沒有人知道一下就掐死了 但如果很多人知道這個議題 它不容易下手 它下手要考慮很多啊 它顧慮就非常多 紅毛港那個時候 我參加那個紅毛港千春 它辦活動 我們叫採妝紅毛港 那主辦輪廠就說 採妝啊 告別式 要送到那個火化港去燒了 我們把他臉畫得漂亮一點 漂亮的紅毛港 這老姑娘 我們把他送出去 那紅毛港已經判死刑了 四十年前判了死刑 四十年後才入肩虎刑 欸市長你那樣羈押 都不上一擊 所以太恐怖了 因為沒有辦法救啊 中途都沒有辦法去參與介入 他是在解釋的事情 就被定案了 那大令普不一樣 他還沒有定案 所以有可能就是 政府喔 他拿你們的民調 做擋箭牌 刻意做假的民調 不是假的民調 叫做制度性民調 我承認說 這個工業區 國營企業污染 長期污染大令股 請問你要不要簽春 這樣的民調 大家都會同意 這樣子就很惡劣 所以那時候 我們想說 搬一個民調就是說 廠區的一個簽 簽廠民調 就是說簽廠的技術 跟經費不是問題 請問你同不同意 工廠把它簽出去 如果這樣寫 當然也會 我們也會過關 但是他有錢 花錢做民調 我們沒有能力去做 我們很難去注意 那你說簽春 我不簽的話 環境越來越糟 那你的簽的話 你說要簽 是你要簽 政府說我沒錢 沒有這個案子 民調只是 是嚴考會參考而已 所以整個主導權 是在政府的手裡 我們根本沒有開口 就是隨便他引擋 我要你活就 我要你死就死 那他給你的錢 絕對不是你出去 可以買的 你的土地四萬塊一坪 你要去買十六萬的 你一坪要倒貼十一萬 你在這邊有房子住 這個房子是阿公的 爸爸的 大家可以住對不對 出去之後就分家了 分家這房子產品 可能是大哥的 老二跟老三 你要給他們兩個錢 你就分家了 一坪五萬 你拿到五萬塊的補償金 一坪去外面買十六萬 你一坪土地要虧十一萬 到最後這裡就分家了 那為什麼說幽靈人口 因為我們的憲法 沒有限制人家遷徙 遷徙在憲法是自由的 你要遷徙是沒有辦法擋 如果哪天政府宣布說 大領埔這個地方 禁止戶口遷移的話 那大概就是要動你們了 因為一定要有這個前置 就是說戶口不能遷 基準日是今年是 二年一二年十二月十二號 這一天以前才算 那個就是要動人 問題這個命令沒有出來 那他一開始 大家認為不會遷村 那現在告訴你們說 會遷還幫你做民調 那為什麼要跟你講會遷 送一些你居民的那種警覺性 我們工廠在蓋 你們不要反對 因為要遷村了 對不對 蓋無所謂遷村 再怎麼蓋都無所謂 等到我工廠蓋好之後 遷村不是我辦的 我負責開工廠 遷村我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那問題是說工廠一直蓋 一直蓋 那前村走不了怎麼辦 你更慘 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你去跟政府說你要走 政府說我沒錢 那你不是我做的 那你不走的話 工廠都說你們在這邊 動不動就找我抗爭 我跟你們在一起會很動 這變成是說 在這裡的人一直沒有辦法 得到一個合理的對待 一種一種訴求 我們講的話幾乎沒有人會聽 而且要面對那麼多的廠商 那個營建的那個私人企業 然後環保局 然後海洋局 還有市政府 還有是中央政策 然後全部都是國營的機構 所有的法令我們幾乎都沒有人懂 而且他每一個案子過了之後 他就一直往下走 中途裡面有去擋的時候 一旦成案之後 你擋不下了 他已經成立了 那一天一天走 那個污水處理場 他也是這樣 他也做另外一種平衡報導 他就包遊覽 叫民眾去參觀 已經成請的那種污水處理場 然後發給他們那個叫什麼東西 那個甜點 一個人拿一份點心 這個就是說他要 他希望你們來看 然後你們只要來現場 看這個污水處理場 他馬上就有活動照片了 支持著民眾來參觀 污水處理場 為什麼你們不支持 有人支持 他要做平衡 說明會也是這樣 沒有人來 我們現在旅長就是說 你們名字不要簽喔 簽名字代表你有同意喔 現在大家不簽 那很簡單 大家都發那個甜點 兩百個甜點放在座上 啊來大家來領甜點 領甜點要簽你們 簽完之後你看 他那個時候 完考的時候你看 民眾有來參與會議都有照片 他們同意啊 他們有參與這個 這個會議是成立的 他現在也都玩這一套啊 他不會來應的 所以那天就是民眾 他要去領 去領 他就跟他爭執說 你們要反對人家要去領甜點 他就把甜點拿到地上採一採 他說我們沒有沒有沒有派到 因為民眾只要有一點點好處 他們就想去領 為什麼會這樣子 生活水平低啊 從五十幾年 國家經濟請費一直往上走 但他生活水平之是提高 我們沒有提高啊 那那邊的人只要是說 你知道給我一點點沙拉油啦 多點一點東西 五百塊一千塊 他可能就很滿足了 他不會去反抗 他不曉得 那些東西對他不利 像包含我三四五歲才對環境 有一點概念 我小時候 我們家還有田地 小塊的 在灌溉 灌溉那個菜田 那個經濟 那個農作物 那個灌溉水裡面有油 那個浮油 就漏油原油 我跟爸爸說 我爸爸說 沒關係那可以賣錢啊 趕快拉起來 水比較輕啊 在上面啊 水在底下 油我們可以拿到中油賣啊 水再繼續灌溉啊 還是自己吃嘛 那更早問過他們 更早中油更聰明了 那個漏油 他就直接開油罐車出來收購就好了 你們不會去檢舉我 開油罐車 一趟多少拿來這裡請 你們把我的污染順便把我們回收 毀滅政務啊 這個很奇怪 然後那個大利母那邊 海邊那個是帝永岸 那個蘆渣就是帝永岸在那邊發生的 沒有人再繼續挖下去 小時候我去挖那些 就是說他蘆渣 我們看起來很髒 但是我們去那邊挖那些蘆渣 一天可以賺個一兩千塊 我們會很高興 就是說他可以補絕一些生活費用 那以前沒有主體在填海的時候 他是直接把那個蘆渣 直接倒在海裡面 所以那個是陰陽海 那個顏色會變 因為我小時候在那邊看過 因為大家都沒有概念說 廢水把它爬到海裡面 這樣對我們有什麼使用 因為沒有人去反對 沒有人敢反 第一個是不懂 第一個是不敢 但是現在發現說不行 國外不能這樣填海 這樣海洋都污染 那現在圍一個主體之後 再來填海 所以才會填出蘭海那種樣子 因為下去之後 那種細酸鈣造色之後 他是強減 PH值是12 所以是這樣來的 所以就是說 抗位那麼亂 就是一步一步來 那廠商也會砸錢給這些民眾 或協會 政府官員 對官員 然後給這些環保局 所以環保局每一次要抓的時候 通常都會被戳掉 所以老闆就大肆化小 他還會買媒體 但媒體不來 像那一次千春的民調 他做完民調 要宣布民調的時候 很大很重要的一個千春案 民眾都爆滿 然後他還圍兩個 兩個那個位置很大 說是要媒體採訪去 還有標示牌 我到那邊之後 我有一台相機而已 我有一台攝影機 記者都沒有來啊 為什麼這樣的案子怎麼 都沒有發新聞稿 讓人家參與 他事實上等於說 你跟黃寶港差不多 你們是偏遠的鄉村 這個事情如果沒有人知道 隨便處理 這件事 幾乎也沒人覺得 反正都既然事情發生 現在怎麼去散 現在民眾沒有辦法傷 那我坦白講 我們自己村裡面的人 都會鬥 協會跟協會鬥 理理的比較鬥 拿的比較少 村裡面的人會鬥 然後比如說 他是承包工廠的case 那我反對工廠 然後我反對這種 等於反對到他了 所以等於說 光是裡面的人 都沒有辦法 有一個共識 有的人想走 老年人說 你們年紀也想走 我不想走 就是想走 跟不想走 因為有兩派 然後有的人就說 你反對工廠 然後現在中文招考的時候 又去補習班 等於他考中文 你反對他 結果還去去那邊考試 因為他是國營機構 生活比較穩定 所以對我們兩次很矛盾的 那我們認識說 先把資料出來 讓他之後 有大令我這個地方 那後面要怎麼做 坦白講也沒有辦法一起 也沒有辦法一起 也沒有辦法一起 我不知道 洪亞是有 有什麼資料在網路給你們看嗎 我聽 我聽 連錫林老師 連錫林老師 喔喔喔喔 連錫林老師 人口會爆生 所以問題說 畢竟說 我這間房子在這裡 我房子在這邊 我在這邊的話 我已經到外面買房子了 那我父子也不牽出去 女兒嫁出去 他也不牽出去 他也不牽出去 那他兒子結婚了 會進來嘛 他的媳婦會進來 他還小孩子 也還留在這裡 那父子都不牽出去喔 那他到外面讀書 他牽出去 然後又到長大了 他要考中了 他要牽回來 這樣來來往往 來來往往 而且包括他的 他們阿孤啦 他們阿姨啦 他們阿姨啦 你們根本 究竟人口有一部分 是利益考量 對 對 所以你這種利益考量 你叫我們去支持這種利益考量 我覺得這個情感上 我們也很難說得好 就是說你們自己內部 有沒有支持 因為進來的人 不一定有我們的人 他可能聽到說 這個人口 他自己跑進來 他不是我們的人 所以 不然是像你說的 你給他在這裡 我說我去千里 人家你就要給我牽 沒有他親戚朋友 他沒有 我們沒有辦法去阻止他 對阿 所以我是說 不可能 因為你其實 統合四年不到一萬人 但到目前這樣說 超過兩萬人 那個 遊靈人口膨脹的 其實90是應該不只一萬的 90是應該不只一萬的 超過一萬人 他是 我們是包括 包括六里 因為談判的時候 他們不談人口了 對 如果中文要這塊地 我要的是土地 不是你的人 你一戶簽一百個人 是你家的人 是我賠這一塊土地的坪數而已 了解說 這樣比較公平 你現在是不是說 基本上這個 就很奇怪了啦 沒有 只要簽出完一定是這樣 沒有人擋得了 因為我們憲法沒有限制人家簽喜阿 你在選總統 在選舉的時候 都能簽嘛 大家都知道都擋不了 我就覺得你們家環境好 我簽了你們家 OK吧 我要讀書 憲法又不能決定 你說不能簽出 那有可能 你遺護對不對 你簽都是你的親戚朋友 跟我無關阿 我也沒有辦法去擋你阿 比如說你是大領埔人 你辦到齊親 你戶口在這裡 那你知道說 可能簽出有天頭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一定是裡面 有人答應他有人夾錢 才會有那個 但是這個是自由 這沒有辦法去限制阿 對啊 問題是這種部分 比如說 你說假議題的部分 其實他要操縱 操縱人口 就對你們 對你們 因為說 我如果說一戶賠一百萬 這些人就OKOK 馬上我明天就來領錢了 因為我不住那裡 我早就有房子 一百萬對我來講 是多的零用錢 但是對沒有本事出去的人 一百萬出去就死了一條 八百萬的話 我們帶了七百萬 所以政府不知道嗎 知道阿 用佑林任口來害你們阿 佑林任口就是廠商阿 我是廠商阿 我廠商我就進去裡面 所以我們打破 那不是民眾有辦法去決定的問題 他一戶可能寄了三十個人頭 他搞不好他是租房子 也沒有人知道他是誰阿 他沒有在這裡工作 但是這個問題是民眾 沒有辦法去擋的問題 連我們都做不到 那可能直接會之下就是說 現在賠償不是人 人頭只有那個搬遷費 所以你住這裡你有搬遷 你要搬遷我給你五萬塊三萬塊 就搬遷的運費而已 我只賠地上物跟賠這個土地的價值 你一戶就是固定 比如說一戶只有三百萬 你那個一個人頭就是三萬塊 一百個人就是三百萬 就是這樣而已 這是以土地為準 我通常要的是土地 不是你的人來當我的人工 不是 那這個到全部 紅毛港也是這樣一個問題 紅毛港的土地 政府跟他們買一萬五 他們到中 他們跟政府買要四萬五 他們一個人要貼給剩餘要三萬塊 結果到那邊的時候 廠商就跟他們說 你已經有房子了 你的產權給我 你不用住 我幫你處理 結果四萬五 他們又賣給廠商的時候 廠商開始做那個 開那個道路 然後做那個騎亞 然後把它炒到十六萬 所以民眾就懊死了 我一萬塊賣給政府 結果又政府用四萬五 跟我買 廠商買去又超到十六萬 現在我們出去可能要買更貴的價格 你一拖的話 第一個人頭增加 小孩子生出來 那第二個 你拖太久的話 那個物價又上來 紅毛港如果找簽的話 經費不會那麼高 而且人口不會那麼多 那這問題是誰在拖 政府在拖啊 拖到吞賭量 貨櫃吞量已經下降了 現在千村之後 那個馬島沒有什麼必用 還會沒有什麼競爭力 所以是政策錯誤 從頭到尾就是政府講說 你不能幹 你是禁止禁見或卸見 他說了就算 而且沒有 你根本沒有反抗 或者照理講 就是他辦公廳會 然後爭取各方面的意見 像剛剛那一個 比如說蓋殯衣館 或者是說蓋酒店 我們都覺得那個地方不好 會對我們的房價 這個環境的衛生有影響 我們都反對 但是確實是要殯衣館存在 所以那個法令就要出來 說殯衣館距離住宅要多遠的距離 一個法令的一個效能 還是說我這家公廳在那邊 生產這些東西 可能對你的交通 環境 或者說你的房價 會有影響 但是我在設立之處 我就要預期說 你有一些損害或補償 比如說我這邊 在這邊的民眾 在這邊小學 在這家小學 讀書的學生 他的那個學雜費 或者書籍 是由廠商來補貼 你要一個互動的機制 不能說你們賺的錢是你賺 然後這些虧 都是外部的成本來負擔你們廠商 得到的好處 而且民眾基本上的資訊是不對等的 我們資料都是誰給的 都是研究生給我們的 都是外面的研究生查到之類 跟我說這裡有個什麼案子 要開說明會 我們才去傳給 傳給各地的這些民眾 不然民眾也不曉得發生什麼事 而且說明會沒有人願意去參加 他覺得說 擋也擋不了 不用去了 沒有用 很無難 所以 有一次我們找那個阿冠 他去聽那個說明 他有簽名 他就寫說簽名不代表同意 只是只有他這樣寫 那個怪的看著下一看有這種人 因為他知道這事都是厲害的人 才會這樣做 他們這段就知道說有人介入了 是誰不知道 學生嗎 是協會 然後一直比賽 我們就拿這些長程學拿去比賽 讓他得獎 讓他曝光 現在只能做到 初步我們只能做到這樣 那可能決勝決戰點是在104年 因為後勁要簽署 然後國公實話擋到最後 他被逼到受不了要出走 他說國公實話 不蓋了 然後呢 不再彰化蓋喔 他沒有說在哪裡 不再彰化 大林普奉彼頭被案 就是這個新聞出來 讓我們覺得要積極再追下去 如果國公實話不蓋的話 然後後勁又一定要走的話 第一個在台灣現在沒有一個新的社區 願意讓你進行蓋工廠 那現有不能抵抗的 就是大林普奉彼頭 無力抵抗的啦 然後他的規模夠大 就是說他的居住區 居住的地方跟工業區 工業區大於他的時候 可能犧牲這裡是最簡單的啦 如果現在要找一塊農地 來蓋新的石化去 那可能很困難 非常困難 那我們那邊可能就是有一份 我們已經習慣了啦 我們聞那些污染的味道 我們其實沒什麼感覺 那朋友來會覺得說 欸你們家瓦斯是不是有外線 真的會有這樣喔 瓦斯外線 那有時候就是 你早上起來的時候 你發現有的是霧氣 沒有那些霧氣 他打男子的話 那不是霧氣 但是他趁黑夜拍出來 就是這些污染的人 然後他就是沒有風 他停留在那邊 那早上太陽一出來的時候 一照他才蒸發 因為晚上不容易積查啦 也不容易拍啦 那這段時間 我們大概一年兩 一直開始舉證 就是說拍照 舉證 投訴 這段時間其實在環保局 跟市政府的那些專線裡面 其實我們的案件其實很多 也有成功的 也有成功的 那你剛剛看到那些 其實有些都是拿去環保局 檢舉的照片 那個都是成功的 那一張照片就是十萬 水霧呢 一張是一百萬 但是我們一毛錢都拿不到 但是當然 黃保局的 還是 不是 因為你要拿獎金 你要真實姓名的身份 跟身份證 那你修改 我跟你講 等一下他一定給你賣出去 黃保局一定把你賣掉 賣給廠商說是哪一個人弄的 那個錢就不用拿了 然後每一次檢舉 就換一個Email帳號 每一次檢名只換 然後每一次都會有文字 那名字都是 就是好幾個人 主義者 你不曉得他是誰 但是都有憑有據 那最大的他們壓力會比較大 壓力比較大就是說 黃保局機查的次數增加 然後廠商添購設備的醫院也要增加 他買一塊地 然後打環保設備增加 花好幾億 然後還要耗材 還要人員下去輪班下去做 事實上 我們看到這樣已經覺得說 有一點點進步了 但是還是不滿意 因為整個空氣的品質還是有差 那環保那個地球過敏現在推那個 叫做總量管制大家要支持 因為他的那個才是對的 總量管制他不會讓你飄 那以前我們會說 運動長長覺得運動最深的 在高雄都是錯的 因為運動的話肺炎量增加 他懸浮威力是 濃到這個地區 運動的話是更厲害 因為你吸了很多不好的氣體 你也不知道 不容易化驗 那我們過敏的那個機率也很高 就是說當地的居民他二十年來 小孩子二十年都過敏 然後二十歲讀大學去 比如說去讀實踐大學 去去台北 然後就說 體力好了 長大就不會過敏 結果回來高雄一回家 就開始過敏 打噴嚏 然後會流鼻水 但是那個環境已經很久了 但這個問題其實是很難去證 因為你們畢竟是弱勢 而且我們環保局 替你們講話 有我們的難處 就是說我環保局不會主動去盯產商 是你們舉證 檢舉之後我們才願意開口 他就說 你看那民眾拍到照片了 你看法律了 有人送醫院了 來找廠商廠商才願意去做 就是他不會主動 那等於說 因為環保的那種環境 就是說 從環保的政策 環保的水平 看出我們的水平 我們覺得環境不好 是我們水平不高 但是要進步是很慢的 我們要注意民眾是很困難的 我們光是拿相機 他們就會害怕 他會覺得我們到底要幹什麼 有什麼動機 因為那邊發生抗爭 被逮捕過 所以我們拿相機 他們會怕 所以要慢慢的讓他看一些 我們是從文實的角度 去讓他們看這些事情 從地方上的文實 然後廟的一些嚴格 然後照片收集機 讓他們比較很輕鬆的去看 然後看了之後 才慢慢再往環境方面去轉 轉到現在我們發現 還是不是很困難 還是對這個還是不懂 你說你那邊四十多個社區 協會 協會 那協會有沒有困難 那些總幹事理事長 我很好 你的議題很好 有錢也有錢 我先因為時間的問題 我建議大林府 要做一個藍人包 到底 真的 因為 後來 買一張CD 就送一個大林府 到底是什麼 情勢如何 整個社團 社團 大家一起派那個如何 便看就看那份 沒有這樣 又問下去也不是辦法 不過我想 同樣的名字 在台灣 不是個案 我相信六圈的問題 我們也看到很多 今天的六圈 為什麼放棄宜蘭 要去雲林館 我的高雄棄 所以 也是台北人 台地 都放不下 在用夾 也是有 但是空氣 也是四個 也是幾個 所以那段 那個時代 我想 大林府的 事情 可以思考 對 未來 這個藍魚 的荷葉 之後 我相信 我相信 一定去選這種 這種 更有爭議 在裡面 很多人 沒有了解 文化的落差 甚至 地球的落差 經濟 經濟 經濟上的落差 他才有辦法 所以這個 弱勢又不能存在 我一文靈 我們當年 在選 黑山水口 裡面 老六七 有一張 叫做黑山里 結果 黑山里 九百幾的林口 那個 九百幾的林口 九百幾的荷 那叫 有床報索的五荷 因為那次之後 我們就知道 輸了 每次都要 曝光 哪有什麼露音 那九百 荷就 只有五荷 那五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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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要死了 所以在那個過程裡面 那是文化落差 而且聽說 百里的還沒有幾個 所以 所以這是很嚴重 那但是 是不是要做 當然也要做 那不然都存在 我想二弟 是 一天 那天 半三十年 半二十年 就好 他要殺人 不是人要殺人 去吃官廟公 也對 所以這個 但是 運動 是不是一定要到 多數的人 運動照 可能 不是這樣 台灣民主 我想我們旁邊 那這有二日辦 是來吃 那這樣算 二日辦 所有的 鄉台詩的人 都要出來 家修都要出來 講話的時候 二日辦 才能夠 有些賠償 還是吃名 我煩這樣也死了 因為 很多人 現在也不敢出來了 所以這個 這個部分 都可以證明 一個運動的成功 都是 關鍵的糾索 的人 燭到 燭到 持續 不斷的 這都是必要的條件 有時候那個矛盾 就是 看政治的矛盾 看時勢的矛盾 現在不是地球在暖化嗎 我們就希望 時機越來越多 環境越來越多 就有機會了 所以這個 共同有望 最好是 海嘯來 海嘯來 我們的海 起笑一天 就有機會了 好 我們就是 到這裡 有什麼 蘇聯要去出土 一天派出來 一天派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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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面 好不好